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我是郭贝 那么今天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叫做清洁玻璃服务 它是一个恐怖类型的游戏 我们的工作就是去到有钱人的家里面帮他们擦玻璃 对的就是擦玻璃 你没有听错 好吧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擦玻璃的游戏 它到底有什么吓人的地方吗 好不好 开始 我们是有一个匿名的电话找我们 是不是 哈喽 你是清洁服务的吗 我怎么不回人家 太没有礼貌了吧 是吧 他说他们家有一些脏的玻璃 需要去擦一擦 可以的 他说他们白天的时候很忙 所以晚一点的时候再来工作 好吧 然后给我们地址了 可以 就接下来这一单了 对不对 哎呦 贵了个贵贵 大户人家 而且怎么不关灯啊 太有电了吧 先来按一下门铃咯 有没有人呢 哈喽 这么大的房子应该有个管家的吧 怎么没有人给我开门啊 自动门 朋友们 高科技啊 他们家这门口放了好多圣诞树啊 圣诞老人都在他家都会迷路啊 好吧 我怎么擦这个玻璃呢 你这个玻璃看着很干净啊 都能看到里面在发光啊 这要怎么去来操作呢 我就也不用跟你们敲门 直接 哦 直接点就开始擦了 那不行的 我先把钱收了 好吧 我得把这个预付款给收了 要不然擦完你不给我结账 对不对 就跟看完视频点赞不点一样的 那谁收得了啊 是吧 先来挑个门 有人吗 呦 敲了门 怎么把这个灯给关了 我还有同事是不是 同事把车开进来了 工具都在车里面 插一个玻璃而已啊 要那么多 哦 哦 我们这也太高级了 这还有起重机呢 呃 我们这个步骤是什么来着 我想想啊 擦玻璃嘛 大家应该都会擦的吧 先开始用我们的这个洗发喷雾 在这上面喷一喷 对吧 先打湿 然后呢 再拿我们这个毛巾擦一擦 哦哦哦 就这样就那么简单就擦掉了 就结束了 哎呀 这游戏恐怖的点在哪里呢 不会擦着擦着玻璃里面擦出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吧 好吧 那我们这个就擦完了 是吧 这是个杂物件啊 我看一下啊 可以移动到下一个窗 为什么这个窗户上面是有血迹啊 你们家这个 怎么每个窗户上都有血迹啊 合着我不是说是来擦玻璃的 我是来清理案发现场的 我感觉 这个就有点吓人了 这个血迹 普通的这个 洗迹好像洗不太掉啊 要拿特殊的洗迹啊 我要加钱啊 你看 这油漆吧 这能擦掉吗 这个玩意儿 百结林 用百结林就能擦掉了 哦 还要再喷一遍 没有水了 朋友们 是这样的啊 你们想想啊 这个血迹肯定是在外面的 它不是里面的血迹 它在里面的这个血迹我还擦不掉 就证明说是这个外面你们已经找了别的工人 对不对 这个刷墙的工人给你们刷过了 然后呢 刷墙的工人说 这个擦玻璃这个活我可干不了 然后就我来擦这个玻璃 是不是 那行吧 感觉那个人应该也是顺利的走掉了 我就安心的在这干活 好吧 他作为一个 你家还有人啊 这也太淡定了吧 这 看着这窗户上面那么多血的 也能在这个地方玩手机 你玩什么游戏啊 啊 有人哥还是王子荣耀 能让你头都不抬一下呢 他要关灯睡觉了 玩累了 他给打招呼呢 也不是瞎呀 我觉得这个游戏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通过一个擦窗户清洁工的视角 对吧 来还原这栋房子 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应该是这个意思 哦 很有意思 这里面有个面具 你们看清楚了吗 感觉就是那种职业杀手 对吧 他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他到底是谁 有一个这个面具 这个下面这个 这个是在里面的吗 我擦不掉了 这个红通通的是里面在流血吗 哈喽 你们没有人 你们家里面的保姆不帮你们清理一下里面的血吗 我可以清理的 你给我再加点钱 我进去就干了 反正来都来了 对吧 来都来了 不不差那么一点 有有有有蜘蛛 吓我一跳 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刚有一个蜘蛛从这个窗户的这个岩壁的地方跑走了 谁要我一定懂啊 擦干净了 这是血吗 还是地毯啊 红色的 跟这个血还挺像的 OK 你们家一家人都挺淡定的 还要在这个地方看电视机的呢 感觉是家里的长辈 见怪不怪了 那就证明你们不是第一次干这样的事了 对吧 都说了 对吧 这个猫你来自不易啊 都是不干净的 这里也有那个面具啊 你们看到了吗 我怀疑这个人 就是杀人凶手 他可能他也可能没有杀人 我怀疑这个窗户上面是番茄酱的 但他番茄酱他就不是个恐怖游戏了 所以他一定是血迹 对不对 一定是血迹 怎么还有萤火虫啊 你们家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太好了吧 而且萤火虫其实在有灯的地方 我们是看不见萤火虫的 他家有那么多萤火虫 这地方全是萤火虫 有钱人的生活真的想想不到啊 开始清理 不是怎么能做到每一片窗户上面都有血迹的 这有点不太科学 就像故意的你知道吧 像炫耀一样的 我伤了这个人 对吧 我捏着这个人的脖子 把他这个拉了一刀 然后再加上这个大动脉的地方 这个血压比较高 你知道吧 走到每个窗子面前 松松手松手就跟开香槟一样的 你知道吧 摇摇扑扑扑扑扑 证明什么证明他的这个江湖地位 那么这种杀手啊 一般都有那种仇家 仇家找上门一看 贵贵 这怎么办啊 窗户上全是血 不敢动手了 瓶子空了 我还得去补充一下 OK 我们的钥匙还掉到这个院子当中了 我还得去找钥匙 你说说 刚刚那个看电视的哥们怎么不在了 钥匙在这找到了 刚刚还在看电视呢 一回头不在了 贵贵 我这背后一凉啊 好 咱们再去 补装一下我们的这个溶解剂 其实我们第一排马上就擦完了 马上擦第二排了 OK 继续来清洁 继续来清洁 啊 有人 有人翻窗进去了 你们家 你说什么来 哎呀 你就不应该今天来找我清洁 你说我说对了吧 仇家来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现在什么事都做不了 那我能怎么 我继续完成我的工作 有仇人 那你说那个脚印我们还清不清理呢 伙伴们 咱们服务得做到位吧 专业的这个家政公司啊 那个窗户脏了 咱们得再再清理清理吧 是不是 我回不去了 主要是啊 只能去到下一个地方了 又要升起来了 他的这个行进路线 我记得应该上楼就要去到二楼了 不知道他会在二楼干什么 我们可能真的会目睹一场凶瞎案的凶瞎案 天哪路 他看不到我吧 看不到我就我就有鬼了呢 我都把这个窗户都擦干净了 他还看不到我 等下又要擦一道窗户 赚两份钱啊 OK 这个没什么异常 这个地方好像是主卧来着 下一个窗户 这个血迹有规则了 下面的血迹都是没有规则的 这个是一双手 就证明他当时在这个地方想逃跑 想对吧 双手伸出来了 突然有了意识 但是没来得及 应该还是丧命于此了 真可惜啊 谁能想到这个里面伸出来了一个人啊 吓死我了我跟你说我真要做这个活 我直接二楼直接摔下去 大腿根部直接断裂好吧 下半辈子你得养着我的 真的是 还好我有这个车 咱们足够的专业啊 但是这又是一个什么发展啊 那个人也带了一个面具 但是我没有看清楚 是不是这个家里面本来的这个面具 好像不是这个家庭的面具 他们家还有人过生日呢 特地挑这种日子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有点过分了 我说实话 打包不平了 但我没办法 我只能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更干净一点 我能不能当一个目击证人啊 我就站在这个地方不动 是不是 我就看你俩一直在这个 你家蜡烛都要烧没了吧 还不吹 那就那没办法了 我去到下一个窗户这了啊 我看到那个人跑过去了 他像是在跟我玩捉迷藏 朋友们 太crazy了 也有可能是这个家族的矛盾 对吧 他有那么多的面具 就证明 肯定有很多个这样的角色 分赃不均 是不是 有人就来报仇了 戴上了那个面具就开始行动了 要当这个新的 掌门人 黑帮不都是这样的吗 老大 把老二杀了 老四 再把老二又杀了 反正就这种剧情 懂的都懂 看一下啊 全靠脑补 这游戏我发现了 完了 他刚他刚跑过来 然后去到旁边那个屋子 把那俩母女给给杀掉了 哎呦 雪都喷出来了 怎么说 你付了两百块钱 我帮你把里面的这个给清清理一下 肯定是仇杀 我还是开枪了 兄弟们 这我不走 我还在这 太精业了 太专业了 那没办法呀 哎 那怎么办 谁付钱给我呢 好家伙 咱 过来打白宫了呗 对吧 对吧 我这 孤主被你杀掉了 那我找谁要钱去 这我这 不干了 我这有点生气了 等一下咱们去找那个 凶手大哥理论一下 你这个就有点 是不是扰乱市场了 你正好把我的工钱给截了 对不对 哎呀 有 这个上面怎么还有一把 水果刀啊 他不会等一下进来 把这个水果刀给拿走吧 又吓我一跳 别别吓我啊 我做好心理准备了啊 你敢吓我 我就拿这个百杰林 擦烂你的脸 哦 OK 没吓人啊 也没什么吓人的呀 他就那个时候 双手那吓了哥们一跳 后面的那个东西我都 我都猜到了 耶 这是一个什么屋子 这上面还有阁楼呢 就有个楼梯 我 你说你不在我转头的时候去干这个事儿对不对 哥们 一转过来看到你把尸体给拖上去了 那你不留下证据吗 是不是 风口费啊 我不光要那个 什么 清洁费了 风口费我也要 都被我看到了 警察叔叔一来我直接给他们指认 尸体就在这个上面 自己看着办 好吧 自己看着办 这怎么还有人在看电视啊 这怎么还有人在看电视啊 还看电视呢 家里面枪响听不到 有人尖叫听不到 耳背 是吧 这没人了 这个里面是有一张桌子 还有一个保险柜 还是能看得到那个面具 那我估计等一会儿他就进来这个保险柜 把里面东西拿走呗 对吧 不可能单纯的仇杀的 钱肯定也得拿的 记得给哥们分点 没拿 没动 坏了 最后一个窗子了 这怎么结账啊 我等一下敲门去说啥 哥们我刚看你杀人了 你最好给我一点钱 要不然我说出去 卧槽太蠢了吧 这里面也有一具尸体吗 地上看到血迹了 怎么有声音啊 怎么开始响BGM了 这游戏开始响BGM感觉不对劲啊 这个是那个人戴的面具 好像他把面具扔在这了 我 还有吗 还有窗户擦 还有窗户擦 还没有结束 还有几个阁楼的窗户擦 所以一定是仇杀 我刚刚看清楚了 那个面具是不一样的 最后三个窗户 这个应该开始吓人了 我开始冒GP疙瘩了 朋友们 你们冒了吗 你们应该没冒 因为你们没有在擦玻璃 你们在看我擦玻璃 还有活人啊 刚刚上去了四个人 我估计可能就是他们家剩下的人躲在这了 对吧 过来躲这个杀手 你们四打一你们怕什么 不是的 这又是什么情况 这四个人都戴上了面具 就都消失了 我要重新 Oh my god 又有新的人去擦窗户了 我刚刚有看到 那四个人呢 他们戴着面具 面前还是一个人的尸体 所以呢 他们肯定是食人族啊 他们要吃人的 但是呢 他们又不可能在大街上面光明正大的去找人说 哎 让我吃一口 不在现实 他们就照这种 哎 擦玻璃的这个工作人员 等到工作要结束的时候 直接破窗 把那个人拉进去 对吧 玻璃也擦干净了 粮食直接送上了口 对吧 有点吓人的 好吧 还可以 不错 喜欢这些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记点赞 或者说 关注下这个频道 都可以的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